兄弟们今天我们简单看一下咱们中国的第一大卖Anchor 希望通过看他们的店铺能有一些启发 首先打开他们的店铺确实是一个超大的卖家 他们有900多个listing 一个月有1400多万美金的销售额 都是过亿销售额了 然后平均客单价有37美金38美金的样子 然后上个月有32万单的销量 意味着每天有上万个订单 要知道我们只是看了他们的其中一个店 就是他们的美国站的主打店铺 他们肯定也有其他的一些店铺 这样一个店铺一个月是有3000多个feedback 整个从注册到现在有100多万个feedback 客单价是30多美金 这是已经非常厉害了 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注意一下Anchor他们其实他们的 主体并不是国内的营业执照的公司 他们的主体是一个美国的营业执照公司 那就意味着他们是拿 美国的公司来去运营的这个店铺 这就咱们平常说的美国本土店铺 而且我现在看到他们的评论 非常厉害 都是feedback 都是好评 几乎百分百好评 但是 最近应该有两个这个差评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一模一样的两句话 好像这个卖家是一个 黄牛的意思 应该这是一个 有人恶意的一个评论吧 咱们看一下他们的产品 可以看到Anchor主要还是 充电宝充电线 还有 音响 耳机 为主 整个销量我们就不用说了 就非常厉害 你看他们有一些好多 订单月销售是有10万单的 那么基于Anchor的美国的主体公司 我们了解一下他的一个供应链情况 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简单查了一下 还是发现一些亮点 我发现Anchor他们这个主体公司 整个最近一年 一共有1000多条 比较大的这个采购记录 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Anchor的很多 采购 它是来自越南 比如说我看到最近 10月份的这10条采购记录里面 其中有6条是来自越南 你看到他们的采购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一些 充电线 或者是一些 电子产品 而10条纪录里面有6条是来自越南 意味着Anchor的供应商 很大程度是来自越南的 我再多找一些 果然 大家你看到那个 整个10月份 他们从越南采购的量要远远的大于 从咱们国内采购的量 看样子Anchor的供应链 它已经主体的是移到了越南 这个是我们 之前没有想象到的 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 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第一大卖Anchor 它在亚马逊的主体公司 其实是用的美国的本土公司去运营的 这和咱们平常用的 国内的 营业执照它就有所区别了 另外就是Anchor 它的采购 竟然很大程度是从越南去采购的 这个也是 值得我们去 思考的 那么随着咱们这些 中小卖家的发展 将来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 用美国的一些本土公司去操作 或者我们也在 中国之外 也去 挖掘供应链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大家多多思考 我希望每个中国卖家都能 向Anchor 学习共同发展 大家一起加油干嘛